赌王何鸿燊是著名的企业家 作为在港澳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男人 何鸿燊一度被称为传奇人物 他也在很多采访中表示 自己是真的很有钱 那么这个有着私房太太 17个儿女的男人 赌王何鸿燊究竟有多有钱呢 年轻时的何鸿燊简直是情胜下凡 他年轻 多金家是好 欧亚混血使他身材高大 仪表堂堂 英俊的脸庞上比良高挺 名模好齿 在贵族学校培养出绅士风度 也会在社交舞会上讲俏皮话 赢得名媛淑女们花枝乱颤 21岁何鸿燊靠鸭船生意起家 二战的枪林弹与脸 这行当的危险系数不言而喻 22岁他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百万 贫穷贵公子由此发家 十几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赌王 垄断了澳门博取行业 事业最鼎盛的时候 整个澳门全年的收入中 有一半都来自何家交的税 三分之一的澳门人为他打工 作为赌王的何鸿燊不仅在事业上非常成功 在爱情上也是春风得意的 众子周知 何鸿燊除了正气之外 还有二太太 三太太 四太太 三位红颜之姐 何鸿燊78岁的时候 生下了最小的女儿何超新 何超新现在呢 也长得挺挺玉利 十分可人了 除了财富之外 何鸿燊也很长寿 只有29岁梁安琪 嫁给何鸿燊以后 便成为了何鸿燊最宠爱的四姨太 婚后呢 更是诞下了两男两女 梁安琪要比赌王何鸿燊小很多 善与交进 年纪貌美 喜欢舞蹈 偷其所好 所以读完何鸿燊也就不顾反对 娶了梁安琪 作为自己的四太太 而四太太呢 也是名不虚传 读得恩宠 除了对待子女们 十分用心以外 读完何鸿燊 只对四太太特别用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 梁安琪是十分有头脑的女人 也是有颜值的 一个月能够见几次何先生 就你们那个时间表 是怎么排的 我们每三天见他一次 就两天见一次吧 我们一天就24小时 是我今天两点钟 陪何先生到明天两点钟 我们才换 每个家庭两天 就可以见到 一字鲁遇到 四太梁安琪家里参观 看到四太家的小花园以后 小编忍不住感慨 贫穷 限制了我的想象 四太口中 平平无奇的小花园 是用来种菜的小花园 还是一大片 靠着山的空地 山上都种着梁安琪 喜欢的蔬菜 可想而知 这栋房子的 占地面积有多大 赌王何鸿燊 是真的有钱 在这样寸土寸进的地方 直接买下房子 送给四太 过后梁安琪 请了鲁遇在家里吃饭 吃饭的时候 至少有十几个庸人服务 那关键是 吃的东西 也堪称是非常豪华 其中有一道温泉蛋 鱼子酱 让人印象深刻 这还仅仅是咖味菜哦 鱼子酱的价格不菲 常吃自然是美容养颜 但是需要常年吃 才会有效 所以四太这么 容观焕发的 都是有原因的呀 而温泉蛋 据说是真的在温泉水中 蒸煮加热而成 这样一道简简单单的菜 背后就渗透出这样的价值 生活昇华程度可见一斑 还看我们今天的什么菜 我们今天什么菜啊 不是打鞭老吧 经常我们吃火锅 鱼子酱温泉蛋 很高级 它刚好来 是香的 那个橄榄啊 就是胡桃窑那边 吃的嘛 我来给你 弄了那个 吃完饭后 梁安琪准备带节目组 去参观他的工作地 地点在澳门 梁安琪直接叫来了直升机 带着节目组直飞澳门 这样豪气的程度 让人直呼贫穷限制的想象 可见四太的生活 是多么的奢华 大家觉得 赌王何鸿生产业有多少呢 香水就真的 我很久是何先生用的 所以我就摆在这里 其实我爸爸比他更会打扮 他永远都有一个梳子在这里 永远的头发 你都不会看到是乱的 带着节目组 带着节目组 带着节目组